华党派立委站出来 和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等民间团体 号召民众参加8月20号 即将在凯道举办的 环路渔民大游行 我们只是想要安心的走路 为什么在台湾这么的难 所以我们要求政府尽速做出回应 还给行人本该拥有的步行权利 连走路都要争权利 这就是目前台湾最让国际诟病的交通议题 民众党团副总召赖湘林 宽冠谷因为开刀坐上轮椅 谈到十年前的车祸事件 而其他的党团立委们也声援改革 我连部的这个商事 我骑摩托车载孩子放学车祸 我们的很多的交通的耗子 每个地方的耗子几乎是很难辨识 没有一个安全的停等空间 这些死亡的人 他的家属 你让许多的人 现在父亲姐已经要到了 很多的爸爸没有孩子 很多的孩子没有爸爸 请问我们这样高度放任 这样的这么粗犯管理的交通政策 我们怎么样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一起要联合来处理有关于路口 或是相关的行人道上面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不良渔行的这些朋友们 能够安全地走在行人道路上面 在蔡总统执政的这七年中 就有六万个小朋友 因为车祸而遭受死亡或重伤等等的威胁 立委民团希望透过呐喊 还给用路人一个安全环境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提出了五大诉求 一 健全人行设施 二 改革驾照及考验制度 三 执法捍卫行人路 四 重建交通法制 五 以现实为单位推动临死亡愿景 而修法归修法 民众如果没有认同感 并且也愿意改变现况的话 那么再严格的法令也是枉然 相同的行人悲剧还是会持续发生 人机会是大学前 郑仁宗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